早知道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了 有我在 肯定不会让年兽得逞 我能感觉到 年兽的气息越来越强了 我们也要想办法变得更强 还是先想办法修复节气一棒 不用着急 我已经可以控制好火焰了 我也可以去抓年兽 火牛进步很大 但节气基地也不能没人看守 你可是我们最重要的后盾 原来我才是最重要的 那就由我来数好基地吧 节气一和大雪都需要能量 我们再去找些灵犬回来 那我们一起去 加油 加油 游客们你们好 出口向东五百里 有取水需求的游客 请向北八百米 前往冰泉池 朝北走 我懂了 上次我们取的不是最好的泉水 老大 干什么 有人来了 在哪儿 在哪儿 看什么 是 谁 谁 谁把玩偶给丢这儿了 算了 还是先拿到食物招领那里吧 这玩偶是铁做的吗 怎么这么沉 管理员集合 开会了 说到说到 追着过来 先集合 再找人来搬吧 我堂堂年兽 岂是一个人类可以搬动的 我们一人取一瓶水 万一有什么意外 也好有个备用 好 就这么办 老大 坏了 老大被这安算了 本大王只是摔了一跤 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 这次可得多打些泉水流着 的确甘甜爽口 老大 看来就是这泉水没错了 怎么一直有人呢 老大 要不咱们再等等 等 本大王是那么守秩序的人 不对 是守秩序的兽吗 他们不走 我送他们走 召唤 暴风雪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大好的阳光梦一传 梦里青草香 太香不香 不 不香 老大 这个不是暴风雪 闪一遍去 召唤暴风雪 下雪了 真美啊 真美啊 这群人气死我了 召唤暴风雪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雪 浪死了 回家回家 老大就是老大 太厉害了 赶紧取水 下雪了 好大的雪啊 瑞雪照封年 明年一定会丰收的 最讨厌下雪了 好冷啊 谁想拍照 我也想拍 青仔 你也感觉到了 不对劲 今天天气预报 是不下雪了 是年寿 年寿在附近 所以说 大雪是年寿倒的鬼 正好 我们去把年寿抓起来 快跟上 他能带我们找到年寿 找到年寿了 烈羊 炎羊 等一下 没事吧 没事 年寿推迟了泉水 又变强了 老大威武 老大加油 天气精灵 加油 春生 烈羊 漫天秋叶 加油 一行欢迎 我躲 巨灵长 天花 烈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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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年寿居然这么强 本年寿 已经无人能敌了 老大威武 年寿 我们也上 天蕾 打起 快救他 成桥 虚弱波纹 你们的对手 是本年寿 金灵们 打起群绳 打起群绳 冬藏 太慢了 倒下吧 看我的 巨灵长 神灵朔羡 师傅来学 学习的能量 不过如此 谈兵术下 这不可能 春生 节气加油 送给本年兽等着 这事没完 又让他跑了 算了 我们还是赶快收集泉水 修复节气一棒 跟着老大有肉吃 水煮牛肉可真香啊 最近能量又增强不少 只要再找些 补充能量的美食 应该就能恢复 原本的实力了 马上就是冬至了 冬至 冬至可以吃饺子 对对 饺子好吃 大雪 送路由 大雪江南建卫层 金年方水势延宁 巧川连下如香蜜 重压灵烧 欲不胜 沾我智炉 望夜睡 金鸡立马 切尘兴 此生自笑 光明晚 空想黄河 彻底冰 大雪节气 气温降低 这个时候 经常会出现大雪天气 天地间 银庄素果 白茫茫的一片 好看极了 大雪之后 偶尔会出现雾松的奇景 特别壮观哦 小雪腌菜 大雪腌肉 大雪节气一到 家家户户忙着腌制闲货 以迎接新年 小朋友们要记住我哦 我是大雪精灵 大家再见 大雪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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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